這裏租出去真是很多錢 這裏這麼壞的地方 竟然有間駕駛部隊 人家可以在裡面打完之後 那麼有限 可能他們打很大 要一隻11-22來玩一下 長期用這支鏡我是覺得太過梯了 所以我現在在研究這個鏡 就叫做11-22 Canon鏡 現在這個距離大家記住 OK 現在怎樣? 是不是歪一點? 同一距離來的 這個距離拿著腳架也不會感覺太近 這個是內置咪應該是不能見人的 這就是平時用開那支 看你的東西挺過癮的 不是 很不像一個人走 你藍色趕著你才是拍的 也不怕 你喜歡吧 我相信你 你喜歡怎樣玩 現在是不是順眼很多? 記住嗎? 記不記得幾天前我答應過大家做一件事 我是未做的 我今天來到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那些客人通常發東西給我 他們是用我的花的名字 TENSION 行不行嗎? 不可以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 其實為什麼我一直都不答應大家 一天一VLOG呢?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我答應要去推出一個新系列的時候 我是有一種很頑固的感覺 就是要令到這件事很完整 我才肯做而已 那一件完整的VLOG 我覺得是需要有一個Opening 也要有一個Ending 我不想太過...怎麼說呢? 其實Opening我已經想了怎樣拍了 但是我苦味找到這個道具和場地可以拍到 我所需的道具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一部VCR錄影機 一部就是以前舊式的那些 懷舊大牛龜的電視機 如果今天出紙是找不到 而剛好你家裡又有一部VCR 和舊款電視機 大牛龜那一隻 而是有work的話 當然同時間你又肯借這些道具 甚至是借個場地給我去拍 少許東西15分鐘就夠了 那我買向DailingVLOG的又近了一大店了 一批三棟子一電視機 好, Q&A 哇,你們很瘋啊 一次就發了400個問題給我 Colin Lo,會不會考慮用家的背景拍一條影片 就是三、四年前的FREESTYLE那個景 那就沒有了,不會的啦 因為這間房已經徹底變了Sophia的擺雜物的地方 第二,作為Youtuber老組 不提老組的啦 你對時下出名的Youtuber有什麼評價 例如大J、笑波子、Facts 跟上啦,因為他們出片真的出得很勤力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出片出得蜜這件事 其實是很難的 大家也是從事這件事也會明白 我知道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觀眾呢 就會對於一些出片蜜的Youtuber 他們會對他們的產品有負面的評價 說他不好啊,又說低質啊 但是其實 你想想每天都出了一條影片 不是說真的可以有時間給你去投放很多野心 就是製作上的野心進去 但是不代表它是容易 相反地是很難的 我自己就沒有看打機片的習慣 因為一來我自己本身是小打機的 但是同時真的很多人喜歡看打機片的 只不過是我不明白呢 我不會因為自己不明白 而去否定人 或者抹殺人家的努力 因為確實是有這個Market 只不過hit你不中而已 如果你覺得市面上 所有片都要hit中你才可以拍的話 你未免太自以為是 就是想得自己太重要了 我不是說你啊 Colin Lo 我是說抱著這種心態的人 而 看來你們是喜歡我的答覆 Colin Jung 你怎樣平衡工作和旅行 我經常很想去旅行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想你的語氣是這樣吧 我這一方面就比大家幸運 因為我份工作的性質就是 很多時候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搬上網去做的 可以透過email 跟客人來回都可以 除了演戲 我就一定要在香港才做到 看看有沒有有水準的問題 我去旅行之後會不會再出書呢 Freeze Hour其實是一個名字 這一類片其實我這幾個星期都有拍的 你沒有看而已 譬如這條 這條 按吧 自己按上去看 加還是減 沒留意到 Matthew Ma 有一次在你Studio樓下 想找你 但又不知怎樣好 如果下次想找你拍照應該怎樣 Studio是做事的地方 最好就不要找我了 看緣份 如果在街上 好 好 Kathy Leung當年找爆你的腎 被人玩 當時心情如我 有沒有很害怕呢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這條影片 可以按這個連結 我已經不知道你的手指指在哪裏 是不是這裡 其實那一刻老實說 我第一個反應又不是害怕 因為我又沒有做錯些什麼 但是我反而第一個反應 是擔心Machine 因為她那時候 扔稿說不拍那個態度 可以嗎 好嗎 我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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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行內傳出去的話 她很難可以找到第二單工作做的 而也是因為她和我正在對戲的時候才有這個反應 我潛意識覺得好像是我害了她 那 她只是怎樣 大家自己看片 有沒有人說你似李思哲 是有的 尤其是劉蘇那一陣子 每天一錄會拖晚 平時有多少進度的 極度拖晚 所以我是不會答應大家一天一錄 直到我找到一個很好的解決 我的機緣巧合 其實我在很多年前在加拿大的時候 找了一份暑期工 就是做電視台 後來做了兩年之後 被人裁員裁出來之後 但是我又很喜歡這份工 那我又沒有了 那我就自己拿一部機出來拍到現在 sponsor的話 就以我的經驗 是沒有方法去找sponsor 只有sponsor找你 當你努力工作建立自己 去到一個地步是有市場價值的時候 自然會有sponsor找你 至於圈子方面 就open一些 還可以怎樣擴闊 匹匹豬呢 有沒有後悔過做youtuber 我有後悔到不早點做 好 今天先回到這裡 順便update一下大家 飛男飛女 就是下個星期三 就會開始啟播了 初次踏足非洲南非的土地 所以接下來的vlog 我又會儘量減少 因為我要投放我的時間 這個我很重視的系列 臨走之前 記得有首尾一點 上我facebook like了我的page 然後再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仔 你就會在我每一節出片的時候 收到訊息成為第一批看片的觀眾